今天我们来学习这个非常好看的甜甜圈挂甲 这个颜色我们可以随意搭配自作不同的口味 它的勾置方法也比较简单 一起跟着我学起来吧 这上面的装饰我们也可以自由的搭配 这个大小我是用苏苏姐家的四国维棉来勾置的 勾置方法比较简单 一起学起来吧 我们先取出线 绕在小拇指上或者这样夹住 绕在食指上面 直接用中指和大拇指这样捏住 勾针放在线的下方绕一下 捏住然后绕线穿过小的线圈 拉紧我们用锁针起针法 勾针绕线穿过小的线圈 这就是一个锁针也是一个辫子针 我们总共是起20个锁针 大家自己勾完 20个锁针我们勾好了之后 直接找到第一个锁针的位置 我们手尾相连 找到第一个锁针挑着一半的辫子 直接带线过来 然后再带过下一个线圈拉紧 接着勾针绕线 起立一针 手尾相连我们成圈 在刚才引拔针的这个位置 还是挑着一半的辫子 勾一个短针 在这里第一个短针上面挂上记号扣 这一圈我们都是挑着一半的辫子 进行编织短针 总共是编织20个短针 因为我们勾了20个锁针 所以需要每一个锁针上面挑一半辫子 勾一个短针 大家自己把这20个短针勾完吧 都是挑一半的辫子进行勾织 20个短针我们勾好了之后 这里由引拔针和起立针引起的针目 省略第二步勾 直接取下记号扣 在记号扣的位置 做一下引拔连接的线过来 再带过下一个线圈拉紧 接着起立一针 开始编织第二圈 第二圈第一个针目是在刚才引拔针的位置 也是刚才做加扣的位置 先勾一个短针 在第一个短针上面挂上加扣 第二个针目 我们需要编织一个短针的加针 一个短针的加针 就是我们同一个针目里面 编织两个短针 形成短针加针 接着第二圈 我们按照规律进行编织 第二圈的规律就是一个短针 一个短针的加针 为一组重复 10次进行编织 总共是30个针目 大家自己勾完 一个短针 一个短针的加针 一个短针 一个短针的加针 大家自己勾完吧 第二圈我们勾好了之后 取下记号扣 做一下引拔连接 然后起立一针 开始编织第三圈 先勾一个短针 挂上记号扣 第三圈 我们需要不加不减的勾一圈 短针总共是30个短针 大家把第三圈自己编织完 第三圈我们也勾好了 同样是取下记号扣 做一下引拔连接 起立一针 开始编织第四圈 第四圈我们先勾一个短针 挂上记号扣 第二个针目 编织一个短针的加针 同一针目 编织两个短针 形成短针加针 第三个针目 编织一个短针 第四圈 我们按照规律提行编织 第四圈的规律 就是一个短针 一个短针的加针 一个短针 这些针目为一组重复 这一组重复 十次进行编织 总共是40个针目 大家自己把这一圈勾完 一个短针 一个短针的加针 一个短针 这是第二组 大家自己重复完吧 第四圈 我们勾好了之后 取下记号扣 做一下引把铃接起立一针 开始编织第五圈 我们先勾一个短针 挂上记号扣 第五圈 我们需要不加不减的 勾一圈短针 总共是40个短针 大家把第五圈 自己编织完 第五圈 我们也勾好了 同样是取下记号扣 做一下引把铃接起立一针 开始编织第六圈 我们先勾一个短针 挂上记号扣 第二个针目 一个短针 第三个针目 一个短针 第四个针目 上面一个短针的加针 同于针目 编织两个短针 形成短针加针 第六圈的规律 就是三个短针 一个短针的加针 为一组重复 十次进行编织 总共是50个针目 大家把这一圈 自己编织完吧 第六圈 我们也勾好了 同样是取下记号扣 做一下引把铃接起立一针 开始编织第七圈 先勾一个短针 挂上记号扣 这里大家要注意的是 从第七圈到第十一圈 都是不加不减的 勾一圈短针 每一圈都是勾50个短针 大家自己把7到11圈勾完吧